在感音篇里面有说到 人看不到鬼 鬼看不到人 但为什么又说 冤鬼时常在我们周围等待机会 有一个公案说 事事跟随悟大过思 事事那么长的时间 难道这些冤魂不必去受报吗 他们不必干活吗 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不是很单纯 当然这个鬼能够跟悟大过思 跟到失事 等待机会报仇 也不是平常的鬼 平常的鬼做不到 不说别的吧 就是这个耐心也不行 就像你所说的 他早就去投胎了 早去去干活去了 他哪里能等待失事 由此可知 这个渊源仇借得很深 报复的心太强烈了 所以他能够追随 能够跟着 如果报复的心 没有这么样的强烈 等待一段时期 没有机会报复 他就不等了 他就走 这种情形也很多 像这么执着 时事都不肯放松 很少很少 这个不是普通的冤鬼 那么人跟鬼能够相遇到 都是有特别的缘分 如果没有特别缘分 是不可能 这个人见不到鬼 鬼也见不到 如果彼此能相见 就产生干扰 所以他彼此不想见 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之下 缘分之下 会见到 所以我们同修当中 见到这个 贵神的人 也有不少位 他们来跟我谈起 贵神 所见到贵神的状况 这个与经典记载的 都相应 这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